天高海阔 张修杰 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拜登最近连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这些打击都是什么 第一点呢 首先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土安全部正式宣布 要驱赶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这个话题是拜登上台前上台后 我们讲到拜登政策的时候 一直讨论的一个重点 因为拜登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说他上台之后要进行移民改革 要特色非法移民 而他上台之后呢 确实也推出了一个特色非法移民的法案 这个法案在民主党人明知道 在国会参众两院会受到 共和党强力反对的情况下 民主党把它塞进了一些重大开支法案 那么现在这个3.5兆的挂羊头卖狗肉的 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当中 就塞入了这个特色非法移民的法案 不过这个法案还在国会参众两院 还要进行再修改再通过 那么在民主党的国会参议员慢心 已经明确表态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 这个法案能不能通过呢 有待我们观察 但是这个法案还没有通过 拜登还没有能够特赦他口中的 1500万非法移民 联邦国土安全局就已经开始要驱赶非法移民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室友啊 起因在这个德州的一个城市叫德里欧 德里欧是美墨边境上的一个城市 那么它有一条立交桥是连接美墨两边 那么如果是正常的商业活动啊 或者一些人员来往啊 可以通过这个立交桥从墨西哥来美国 从美国来墨西哥 但是从9月9号开始啊 突然有很多非法移民涌到了这个立交桥 试图在这个立交桥进入美国 到现在为止 有多少非法移民聚集在这里呢 我只能说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因为当这些非法移民聚集在这里 已经人数超过一万人的时候 不但引起了德州当地政府 引起了州政府 引起了联邦政府的关注之外 新闻媒体也在关注这一万多非法移民 突然涌到美墨边境这个小城市 非法移民的人数 已经几乎有这个德里欧的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了 那么这么多非法移民涌到这个小城市 无疑会给这个城市造成巨大的冲击 那么所以呢 媒体都开始关注这个事情 但是啊 当这个霍氏电视台 报道了这一万多非法移民聚集之后 拜登政府马上采取了措施 不过这个措施不是针对如何处理这些非法移民 拜登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是禁止媒体报道 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布了通知 说因为在这个地区出现了这个非法移民的危机 所以呢 为了让执法部门更好的执法 所以禁止一切无人机在这个区域里面飞行拍摄 换句话来说 媒体想要了解到底美墨边境上 现在有多少非法移民聚集 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之前拜登已经禁止很多媒体到这个美墨边境 采访有关非法移民的人道危机问题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美国的媒体 今天美国的媒体确实是处在一个病态 当年川普执政的时候 川普政府只要有任何执政过程当中一些瑕疵 美国各大媒体不但广泛的报道 并且在报道过程当中 把有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也当新闻报道出来 比如说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CNN 这几家媒体在过去报道 这个川普执政的时候 一些执政上的这个瑕疵 或者执政上的一些争议的时候 往往都会把一些并不存在的事实放到新闻报道里面 而现在当拜登禁止媒体去采访美墨边境的人道危机的时候 除了个别几家保守的媒体之外 所有的左派媒体全部都选择了沉默 所以我们今天不知道 现在美墨边境上这个小城市 德里欧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聚集 因为当媒体报道的时候 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了14000名的非法移民聚集 等到拜登宣布要驱逐这些非法移民的时候 当地这个德里欧市长告诉媒体说 他说我知道最起码还有两万人还在路上 所以如果这两万人都到达美墨边境的话 那么恐怕整个德里欧就会被这个非法移民的浪潮所淹没 那么现在终于联邦国土安全局出手了 宣布要驱逐这些非法移民 拜登上台的时候 休节讲到拜登未来的施政的时候 休节给他12个字的评价 就是左右摇摆前后矛盾昏庸无能 我们从拜登的这个非法移民政策 就可以看到拜登的前后矛盾左右摇摆 上任之初推出了这个所谓特色非法移民的法案 民主党的极主派呢 也在国会内部一定要推动这个法案的通过 让拜登可以特色1400万1500万 甚至更多的非法移民 但是呢 现在因为非法移民的危机 首先拜登是禁止媒体报道 希望大家不知道美墨边境出现了什么样的非法移民危机 也不要报道 在这些非法移民的人群当中 虽然被联邦政府收容了 但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有没有在这些非法移民群体当中传播 而这些非法移民终于被从这个集中营里面放出来之后 有没有把这些新冠肺炎病毒又带到了德州 带到了美国其他地方 今天美国的新冠肺炎依然严重 跟这些非法移民的群体到底有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说拜登的非法移民政策 为什么前后矛盾左右摇摆呢 首先我们要说 非法移民问题对于民主党来说是个政治红利 因为民主党过去在选举当中 从非法移民身上获得了政治红利 非法移民成了民主党改变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 过去我们讲到非法移民参与到美国选举的时候 有些个别的听众还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你说不可思议的话 你去翻翻德州有关在选举之后 调查非法移民参与选举的新闻 我觉得你从中一定可以得到答案 其实我们观察美国政治 大家有没有发现 民主党是不太喜欢高素质的选民 也不喜欢中产阶级的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就有点像当年毛泽东痛恨知识分子一样 为什么民主党人不喜欢中产阶级 毛泽东不喜欢知识分子呢 其实知识分子跟中产阶级 他们是一个群体 这些人都有以下特点 受过良好的教育 生活上比较能够靠自己的奋斗 不断的改善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的私有财富不断的扩大积聚 那么这些人往往有自己的利益立场 有自己思考问题的能力 对政治的看法 也能通过自己的分析观察判断 得出自己的结论 所以在选举的时候 这个群体往往会把自己的政治取向 放在哪个政治候选人 对我这个阶层有利 我就把票投给谁 美国的中间选民 大部分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 这些人是民主党最不喜欢的人 民主党喜欢什么人呢 民主党最喜欢那些是 依靠政府的权力 来维系自己的生活 依靠政府的权力 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的人 这些人往往依靠政府的福利政策 往往依靠政府 给他们的一些特殊的政策 他们在生活当中 在社会当中 能够得到自己的好处 这一点呢 我们不但从民主党的 社会大福利政策可以看得到 其实我们从加州的 这个教育政策的转变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过去我们讲到教育 加州有很好的大学 加州的教育水平 在美国也是很高的 那么所以呢 加州这些名牌学校 在过去招生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标准 但是呢 学术标准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 因为学术标准 不是说你进了大学之后 你能不能接受大学给你的教育 学术标准是体现了一个人 在学习当中 在追求知识当中 有没有上进心 民主党是最不喜欢 这些追求知识的人 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改变教育政策 让一些本来学术成绩 根本达不到标准的人 进入大学 进入大学之后 这些人能不能毕业不要紧 而这些人靠政府的资助 靠政府的政策 推动进入大学 所以他们就养成了 依靠政府的习惯 而依靠哪个政府呢 当然依靠是民主党政府 那么未来在选举投票当中 这些人就很固定的 把自己的选票 绑在了民主党政党的身上 这就是我们观察到 民主党在打着什么 关注阶层 关注弱势群体的福利 这个棋子之下 他们往往推出了 社会大福利政策 甚至在教育政策上改变 民主党到底想达到 什么样的目的 民主党近20年来 不断的推行这种极左的政策 那么令到民主党的建制派 也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令到民主党建制派 对这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给他们带来政治红利 更加有了依赖性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聊的是 最近拜登的施政 不断的受到沉重的打击 那么拜登这任总统的任期 还能够做多久呢 他会在任期没有结束之前 就离开总统这个位置吗 那么我们来看看 最近拜登的这个施政 从哪几方面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首先声称要特赦非法移民的拜登总统 现在开始驱逐非法移民了 我说拜登这个驱逐非法移民的行为 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这个行为会令拜登在党内 受到更加沉重的压力 为什么呢 上节我们讲了 非法移民对于美国民主党来说 他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政治红利 第一可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 关注基层 关注弱势社群这样一个政党 到今天很多华人 你问他为什么支持民主党 他还说民主党支持少数族裔 帮助我们华人 但是他忘了 不许我们华人子女 进入美国名牌大学念书的 不看学业成绩 就把一些功课不及格的 特殊主义的人放进这个学校 放进名牌大学里面 恰恰就是民主党做的 难道我们华人不是少数族裔吗 为什么我们在美国的教育政策 改变过程当中 我们永远是受害者呢 那么关于非法移民问题也是一样 拜登上台之后 就准备说要特赦非法移民 但是他现在驱赶非法移民 是因为非法移民的危机 已经令到拜登的政府 没有办法承受了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民主党为什么这20年 我们看到从奥巴马执政开始 明显的民主党的政策 不断的向左倾呢 首先民主党的政策向左倾 让民主党获得了政治红利 这就令到民主党内的建制派 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 可以让他们持续万年执政 比如说加州 对于民主党来说 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今天你在加州 要震撼民主党的统治地位的话 恐怕很难 刚刚罢免州长有声失败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民主党觉得 他们尝到了政治甜头 所以从奥巴马开始 很多民主党的政策 不断的向左转 这个向左转的政策 让民主党自己养大了一只魔鬼 就是党内的极左派 现在党内的极左派 在民主党内的力量 不断的壮大 壮大到已经可以威胁到 建制派的生存 我们看到在2020年的 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民主党内有20几个人 出来参选 那么其实这是民主党内的 建制派跟极左派 斗争的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极左派的力量 不断的壮大 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能够 取代建制派的地步 那么所以在20几个人参选之下 党内左右权衡了很久 党内激烈斗争了很久 终于推出了拜登 推出拜登可以说是 民主党建制派的一次胜利 但是这个胜利的代价 是要在未来拜登施政方面 要向极左派输送利益 这就是我们看到 拜登上台之后 为什么推这个什么 非法移民的特色 推一些庞大的开支 让民主党主政的很多州 有更多的资源去发放福利 拜登这些所作所为 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 要把联邦的最低失心 一下子从7块5调高到15块钱 这种做法 都是一种极左政策的表现 而这种极左的政策 就是为了要满足 党内兴起的极左派魔鬼 所以拜登上台之后 其实他感受到共和党的压力 我觉得并不是这么大 共和党人对拜登的批评也好 攻击也好 都是在某几件事情上 但是党内极左派对拜登的压力 是要拜登通过一些长久的政策 这就令到拜登受到了沉重压力之余 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的民主党的议员 特别是建制派的议员 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我们客观的说 拜登现在并不是想跟党内的左派 发生一个冲突 拜登其实一直在迁就党内的极左派 但是非法移民的危机来得太快了 因为拜登上台说要特赦非法移民之后 导致中南美洲的大量非法移民涌到美墨边境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制止的话 那么恐怕拜登政府将会面临一个人道危机 如果边境上发生了一个突发的人道危机 或者因为边境的非法移民太多 导致了疫情在那里爆发的话 那么这是拜登政府在施政过程当中不能承受的 所以面对这个非法移民的危机来得如此之快 拜登完全是措手不及 终于现在在一个小小的美墨边境的一个城市 就涌进了超过一万四千名非法移民 并且据说还有两万人还在路上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当三万多人聚集在一个小镇的一个立交桥之下 当地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拜登没有办法 只能在这个时候让国土安全部开始驱逐非法移民 但是拜登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会产生两个后果 一个后果就是党内的极左派肯定对拜登的不满不断的增加 党内的极左派一直有个如意算盘 最好拜登上台啊象征性的当几天总统 然后呢就出于各种原因卸任了 卸任之后谁当总统呢 当然是贺锦丽 贺锦丽在民主党内 我们不能说她是极左派 但是最起码她的立场要比拜登左的多 她的这个政治立场 极左派对她的这个认可要比拜登多的多 所以关于贺锦丽会不会成为第一任美国女总统 这是大家一直在猜测的事情 那么拜登这次驱赶非法移民这个行为啊 肯定会触动到民主党内的极左派 接下来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民主党的极左派 会在党内对拜登的攻击啊更加猛烈 那么除了民主党的极左派批评拜登的非法移民政策之外呢 那么德州的州长阿伯特 当然在这个德州的小城市德里欧出现了非法移民的危机之后 对拜登也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阿伯特说啊 现在德州所出现的美墨边境上的非法移民的危机 是个人为的危机 这是拜登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 因为这对比川普政府当年啊 川普所采取的反非法移民政策 其实已经令到美墨边境上的非法移民人数大大下降了 而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不断增多了 跟过去一样 甚至比过去还多 所以阿伯特批评拜登说 这是因为拜登的政策所造成一场人为的人道危机 阿伯特还特别讲到说 拜登的非法移民政策的失败 跟他在阿富汗撤军的失败是一样的 阿富汗撤军这个话题啊 这两天已经开始有点降温了 但是美国军方对一次对恐怖分子的这个袭击的个案进行调查之后啊 这个调查的结果又给了拜登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么这个所谓的袭击恐怖分子的调查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阿富汗撤军撤的一团混乱的时候 在卡布尔机场不是发生了一次恐怖袭击 导致了十几位美军当场阵亡 一百多位这个阿富汗的平民被炸死吗 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啊 拜登就信誓旦旦的说 要让恐怖袭击在地球上消失 要让这些恐怖分子在地球上消失 美国一定会严厉打击这些恐怖分子 当时美国打击的目标就是ISISK 也就是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 当阿富汗卡布尔机场发生恐怖袭击的隔天 美军的无人机就对一台汽车进行了这个袭击 当时美军对外界公布说啊 这台汽车正准备开往卡布尔机场发动恐怖袭击 而车上呢 有几个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 车上放有大量的爆炸品 所以美军对这台汽车袭击之后呢 这台车发生了第二次爆炸 这说明车上有爆炸品 那么无论是拜登政府 还是美国国防部都对外宣称 他们成功的阻止了一次 针对卡布尔机场的恐怖袭击 当时我们在讲新闻的时候啊 讲到过这个新闻 我的疑问是 为什么在卡布尔机场发生恐怖袭击之前 美军已经得到了情报 没有人能够制止这次恐怖袭击 而恐怖袭击发生的隔天 美军又十分精准的成功了 消灭了一伙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 而这些恐怖分子呢 正在开车去机场的路上 准备再发动第二次恐怖袭击 为什么美军的前后情报 一个是十分不准确 一个是十分准确 前后的行动呢 一次是十分不成功 另外一次呢是十分成功 这两次行动的结果 这个落差确实太大了 而今天国防部公布的结果是什么呢 国防部说啊 经过调查 他们这次对所谓的恐怖分子的袭击 是一场误会 误炸了平民 为什么会误炸了平民呢 据说那台车当天曾经到过 一个塔利班的一个哨战 然后呢 从这个哨战离开之后呢 美国的情报部门监控到啊 有人往车上放了很多爆炸品 然后这台车呢 就向卡布尔开去 于是美国情报部门告诉了国防部 有这样一起恐怖袭击 国防部对前线作战的美军 下达了命令 用无人机对这台车发动了这个袭击 当时这个新闻公布的时候啊 大家都发现当中有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拜登最近的施政啊 连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德州州长阿波特说 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危机 跟这个阿富汗撤军一塌糊涂一样 都是拜登无能的表现 那么其实阿富汗撤军的这个危机啊 这两天的新闻本来已经冷下来了 但是美国国防部的一次调查 让大家又把这个目光注视在阿富汗 这次撤军的失败上 我们上期讲了 美军在这个阿富汗卡布尔机场 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啊 对一些恐怖分子进行了打击 美军开始告诉外界说 他们阻止了一次恐怖袭击 但是当美军发放这个新闻的时候啊 很多人都注意到当中一个很奇怪的细节 美军这次针对恐怖分子的打击 针对那台装有爆炸物的车进行打击 车上啊却有十个人死亡 我们知道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啊 往往都是毒狼式的 一个人带一个什么自杀式炸弹背心 就到人群当中引爆了 很少说有两个以上的恐怖分子 同时发动这样的自杀性恐怖袭击 如果这台车是开到卡布尔机场 再来一次恐怖袭击的话 为什么车上会有十个人呢 接下来的新闻就令大家更加震惊了 车上的十个人当中啊 居然有七个儿童 我们知道恐怖分子都是毫无人性的 但是恐怖分子带上自己的孩子一起去发动恐怖袭击 这种事情啊 可以说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 而现在美军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恐怖分子 这个人不但不是恐怖分子 这个人还在阿富汗替美军工作 是美国一个救援组织里面的工程师 当天呢 他是送同事去上班 而这个同事上班的地方呢 就要经过塔利班的哨战 同事们上完班之后呢 他把一些储水罐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看见的 我们那种所谓的喝水的水桶 放在车上 于是美国的情报人员在监控当中 就认为这些水桶是炸弹 好 如果你觉得这些水桶是炸弹都不重要 接下来啊 据说这个人回家 接上了他九个孩子 我们知道在这个阿拉伯国家 很多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他第一可以娶很多老婆 第二呢 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 所以生育对于他们来说 也不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 所以很多这个生活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呢 往往就家里比较多孩子 这个人呢 据说有九个孩子 其中有两个呢 是成年人 就是可能超过18岁了 剩下七个呢 都是未成年的 当这十个人坐上车的时候 美军就对他发动了袭击 于是十个人就上升了 美国这次误诈了平民 国防部的调查结果 承认的很爽快 从这个上次国防部部长下到这个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 然后到美军驻扎在阿富汗的最高将领麦肯奇 这几个人呢 都出来道歉 并且表示愿意赔偿 那么这个事件呢对拜登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拜登信誓旦旦的说要消灭恐怖分子 不但没有消灭恐怖分子 并且呢 还把十个无辜的阿富汗平民给炸死了 而这些平民当中的这个长者 是美国在阿富汗救援组织的工作人员 其实这个人本来应该是撤出阿富汗的对象 因为他曾经帮助过美国工作 但是现在居然被美国的空袭炸死了 还给他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 这个事件呢给拜登造成的打击是很沉重的 因为在阿富汗撤军一塌糊涂的情况下 又误炸了平民 所以这令到拜登在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上啊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那么这个事件也很奇怪 我们看到国防部长奥斯丁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 还有这个美国高级将领麦肯齐 都出来表示道歉 承认误炸了平民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这次事件应该由谁负责呢 我们刚刚讲了四个人啊 都应该为这次事件负责 不过我们知道 过去在反恐战争当中 误炸平民也不是一次两次 每一次误炸平民啊 都是由美国政府 美国军方出来道歉就了事了 所以这个事情 无论是米利或者是麦肯齐 他们两个都不会负太大的责任 真正负上责任的是拜登 以及他委任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当然我不是说拜登会炒奥斯丁的犹豫 但是最起码拜登在这个事情上 他的执政慰望再一次受到了打击 我们可以想象 接下来对拜登的民调啊 我们又可以看到 拜登的民调继续在下滑 那么除了这些事件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啊 也给拜登的政策 可以说当众打脸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拜登的防疫政策 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 因为疫情在美国继续不断的发展 所以拜登站出来信誓旦旦的说 他要推出重要的防疫措施 那么这些重要的防疫措施 讲出来之后啊 其实核心就是两个 第一个要强制打疫苗 第二要打第三剂疫苗 拜登还为这个打疫苗 划下了一个时间表 9月20号之后 那么美国人可以打第三剂疫苗 我们从拜登的这个 所谓的防疫政策来看啊 就是拜登政府觉得 现在因为Delta的出现 因为疫情还在美国蔓延 因为美国还有很多人不打疫苗 所以首先 美国联邦政府的公营机构 包括一些大的企业 某些员工要强制打疫苗 如果不打疫苗的话 你就会失去这份工作 或者要采取每天 强制检测这种措施 第二呢 如果你愿意打疫苗的话 那么追加第三剂疫苗 就可以预防这个Delta病毒 所以很多人啊 一听说政府主张打第三剂疫苗 很多人都抢先打了第三剂疫苗 那么我们知道 过去新闻当中 有人疯狂的打过五剂疫苗 拜登政府这个防疫政策 是否成功呢 拜登本来说 在9月20号就可以打第三剂疫苗 但是啊 美国FDA的专家小组 在17号开了整天的会 向公众发布了他们开会讨论的结果 这个开会最后投票啊 16票反对 两票赞成 拒绝在美国全面施打第三剂疫苗 我们看17号FDA的专家开会说 他们反对打第三剂疫苗 而拜登打第三剂疫苗的时间是9月20号 这无疑给拜登的这个疫苗政策 狠狠打了一个耳光 那么这些专家为什么以16比2的这个票数 否决了打第三剂疫苗呢 专家说啊 现在第三剂疫苗的效用 以及它所产生的副作用到底是什么 我们还不清楚 如果现在冒险给所有的人 打第三剂疫苗的话 当中所包含的风险是不为我们所知的 所以16位专家反对 只有两个赞成 当然这18位专家以18比0的票数 支持65岁以上的长者 或者有严重疾病的高风险人群 注射第三剂补枪针 在医院工作的一些一线的医生护士 他们也主张可以打这个第三剂 这个加强版的疫苗 那么这些专家的意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知道拜登政府或者民主党 一向过去批评川普 是认为川普反科学反智 川普不尊重科学 不尊重专家 这是川普施政的时候 民主党或者是一些左派媒体 给川普戴的帽子 大家还记得川普当年用这个神术行动 推动这个加速研发疫苗的时候 民主党是怎么批评川普的吗 当时很多专家 包括很多药厂的这些CEO 他们说研发疫苗最少要两年的时间 而川普说几个月研发出来 是荒唐到极度的一个说法 但是事实不是证明 美国研发疫苗的时间只有七个月吗 之前还有一位听众在电话里面说 这些药厂七个月当中研发出疫苗 是他们利益所驱动 你说的很对 但是这个利益是哪里来的 这个利益恰恰就是川普的神术计划当中 最重要的部分 那就是联邦政府不管你研发疫苗是否成功 联邦政府都向你订一亿剂两亿剂疫苗 并且先把钱给你 有了这个钱 这些药厂就能够投入大量的资金 去加速疫苗的研发 如果万一疫苗研发失败了 联邦政府的钱也不会收回来 失败的疫苗就销毁 这个合约就完成了 而当时民主党的很多重要人物 包括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都说 在川普政府领导下所研发出来的疫苗 没有任何可信度 所以他们拒绝施打 那么现在如果有美国人拒绝施打疫苗 我们可以认为 这就是当初民主党人批评 川普领导的疫苗计划不可靠的后果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最起码一部分的原因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拜登的施政 最近受到了不断的沉重打击 那么其中拜登的所谓的抗疫的措施 也受到了专家的打脸 因为拜登本来说9月20号 在全美国所有人都可以施打第三剂加强针疫苗 第三剂疫苗到底应不应该打呢 FDA的专家给出了答案 FDA的18位专家经过开会之后 16票反对 两票赞成 否定了所有人都打第三剂疫苗 专家认为只有65岁以上的人 或者是有严重疾病的人 高风险的人才打第三剂疫苗 为什么专家反对呢 因为专家说 现在第三剂疫苗的作用 以及它的风险还不知道 那么所以现在只是根据 比如说像以色列有一些相关的数据 我们就决定所有人都打第三剂 这种说法不科学 到底第三剂疫苗有没有作用呢 有一家制药厂的这个总裁说 很有作用 这家就是FISA FISA为什么说很有作用呢 因为它已经被FDA批准了 可以推出第三剂疫苗 这是全世界药厂当中 第一个被FDA批准 可以推出第三剂疫苗的厂家 所以他们积极主张要打第三剂疫苗 但是专家认为啊 现在打第三剂疫苗 到底对抗疫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 现在没有临床数字 没有办法证实 而打第三剂疫苗 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会不会造成一些年轻人打完疫苗之后 出现心肌炎 专家们没有准确答案 所以专家认为 现在阶段只能在65岁以上 或者高风险人群施打疫苗 他们反对美国所有人注射第三剂疫苗 拜登一向标榜自己尊重科学 过去民主党人批评川普 也是认为川普不尊重科学 反科学 包括川普的神速行动 他们也认为是反科学的 所以现在美国很多人不相信疫苗 这里面有没有当初民主党宣传所造成的效果呢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 但是最起码 拜登在没有咨询过专家意见情况下 就急急忙忙推出了 所谓9月20号 所有人可以施打第三剂疫苗 这个所谓的抗疫措施是尊重科学吗 如果这个措施是被专家反对的话 我们是不是认为 拜登最起码没有认真听过专家的意见 拜登不是一个尊重专业人士 尊重科学的总统吗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荒唐的这个措施呢 而当年民主党人左派媒体批评川普 不尊重科学反科学 川普的神速行动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有疫苗可以注射 不就是拜这个所谓的反科学的总统 的神速行动所赐吗 所以拜登这次所谓的这个六项防疫政策 最起码在施打疫苗这个事情上 被专家打了脸 接下来拜登的防疫政策 有多少能够在现实社会当中推行呢 我想啊 接下来这是拜登政策受到考验的一个重点 如果这些政策在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办法推行 或者推行完之后 没有办法阻止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美国蔓延 那么拜登的名望恐怕就要进一步下降了 你以为以上说的就是对拜登的这个沉重打击吗 拜登的打击哪只这么少 拜登上任之后啊 他批评川普说 过去川普的外交政策是一团混乱 令到美国的盟友都走了 所以拜登上台的外交政策 大家还记得口号是什么吗 美国回来了 所以拜登上台之后啊 到欧洲去参加这个七国集团峰会啊 参加北约的峰会啊 哦 这个气氛啊 真是一团和气 同心协力 美国的领导力又回来了 真是一个美好的童话 但是现在 法国在愤怒之下 召回了驻美国 驻澳大利亚的大使 法国为什么对拜登这么愤怒呢 拜登不是盟友政策吗 拜登不是在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 跟各国关系都很好吗 跟这个马克龙两个人勾肩搭背 那么现在拜登为什么惹动了法国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美国现在要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所以美国不断的在拉同盟 而在拉同盟过程当中啊 很明显 有些国家对美国的抗中政策是很支持的 比如说日本 比如说澳大利亚 比如说英国 这些国家在抗中问题上跟美国比较一致 但是德国跟法国那就不一样了 德国跟法国既想从中国身上获得经济利益 但是呢他也对中国的很多人权问题啊 或者是民主问题啊 有不同的看法也批评中国 那么这两个国家德法两国最大的如意算盘 就是在中美两方都拿好处 然后呢等到中美两国的斗争不可开交 令到这两个国家的实力都下降的时候 德国法国就可以重新成为欧洲的霸主 这是在过去川普执政年代 这两个国家就十分明显的政治意图 所以川普当年跟这两个国家发生很多矛盾 虽然表面上看大部分是在经贸方面 比如说川普增加了欧洲货品进入口到美国的关税 表面上看是个经贸关系 实际就是个国际政治的利益 而当时川普这些政策啊 受到了民主党人猛烈的批评 拜登上台之后也说要一改川普错误的外交政策 但是啊 拜登很快就发现 他面临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就是谁愿意真正跟他站在一起 来进行一个抗中的行为 达到美国的战略目的 好像只有日本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于是呢 拜登就跟澳大利亚跟英国组成了一个新的同盟 据说这个同盟啊 拜登的野心是想形成一个亚洲版的北约 那么英国跟这个澳大利亚 既然跟美国的这个政治立场 外交立场比较一致 所以这三个国家就形成一个同盟 这个同盟产生了一个副产品 就是要增加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 增加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 在澳大利亚看来他们缺什么呢 澳大利亚觉得他们缺核潜艇 所谓的核潜艇啊 就是靠核动力驱动的潜艇 这种潜艇续航的时间比较长 再加上美国英国的先进技术 那么令它的战力大大提高 当然这些潜艇也可以搭载有核弹头的这个导弹 澳大利亚觉得要增加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 核潜艇是当务之急 因为澳大利亚是个海洋国家 所以呢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就偷偷达成了一个协议 由英国跟美国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 本来这三个国家结盟增强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 似乎看起来不关别人的事 大不了中国会感受到军事压力而已 但是呢 首先跳起来的是法国 法国为什么跳起来呢 因为澳大利亚跟法国曾经有一个合约 就是法国帮助澳大利亚建立常规动力潜艇 这笔买卖有多少钱呢 据说有300多亿美金 那么这对法国来说 这对军工产业来说 无疑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意 所以法国跟澳大利亚本来已经签署了 这个制造常规动力潜艇的这样一个合约 而现在澳大利亚要发展核潜艇 法国那张合约当然就会撕毁了 法国平白无故丢了300多亿的生意 于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恼羞成怒 召回了美国大使 召回了驻澳大利亚的大使 大家回顾一下 川普任内跟很多国家都发生了经贸矛盾 川普可以说根据民主党跟左派媒体当时的描述 跟全世界在这个贸易方面开战 但是大家有发现那个年代 有任何国家召回驻美国的大使吗 没有 但是现在呢 法国召回了驻美国的大使 我们知道召回大使啊 是一个十分高等级的抗议行为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的话 两个国家互相之间 没有大使驻在对方国家的话 两个国家的外交关系啊 将会受到重大的冲击 现在法国已经召回了驻美国大使 那么拜登跟马克龙这个同盟 还能够维持多久呢 接下来拜登跟德国的同盟 又能够维持多久呢 拜登这个主张美国又回来了的总统 他的外交政策还会有多大的成功呢 我想啊 这是拜登接下来在国际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考验 所以我们看拜登面临这么多的打击 拜登的任期真是能够持续完四年吗 在这种打击之下 拜登的心智拜登的身体健康状况还能支撑多久呢 这一点啊 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怀疑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